好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看到 這是國民黨總統的候選人 侯友宜的太太 她位於文化大學旁邊的凱旋院 因為漲租的問題引發了爭議 遭到民進黨攻擊 對此侯友宜競選辦公室發言人 陳柏翰也做出了回應 針對民進黨 成大群館變成凱旋院後 租金年年調漲 陳柏翰在說明 凱旋院自2019年 由新售公司租下代管後 租金未曾調漲 令人的租金 從凱旋院的臉書粉專 都可以查得到 而契約的委託人 自2019年 所租與新售公司的租金 也完全沒有調漲過 對於民進黨未經求證 就任意造謠 用來作為政治攻擊的 惡劣行為極為不齒 這更是對台灣的民主競爭環境 造成嚴重的傷害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就被人家爆料說 23號他不是在凱道 舉行這個造勢晚會嗎 可是呢 他在上台握手的時候 居然跳過了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而是直接去握了旁邊 台北市長蔣萬安的時候 就被說 你這樣子是不是心結未解 對此呢 侯友宜他在昨天受訪的時候 他就駁斥了 他說台上每個人他都有握手 韓國瑜也有握 他說選舉到了 不要再說那些有的沒有的 因為人民沒有辦法接受抹黑戰術 國民黨23日在凱道造勢 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在眾人的簇擁下登台 營造藍營大團結的氣勢 卻因為握手問題引發外界聯想 侯友宜 都算 侯友宜 都算 侯友宜越過高雄市前市長韓國瑜 先和台北市長蔣萬安握手 被質疑侯涵刑結未解 對此 侯友宜昨天到高雄敗票時澄清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紹康也說 侯涵兩人沒有心結 趙紹康認為這是對手的分化戰術 強調韓國瑜曾說大部分韓粉都歸隊了 選舉進入最後倒數 國民黨極力澄清不合傳聞 希望催出每一張選票 選戰接近了 侯友宜最近情跑行程 那他在昨天接受聯訪的時候就被問到 賴清德之前批評他說過 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護國神山 這個說法是相怨 而對此侯友宜則是反擊 你把你現在做副總統的國家名字都忘記了 自己看不起自己 是要怎麼出來選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總統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認定中華民國的憲法嗎 我相信社會想一想就會清楚知道 所以匯友宜市長在證券發表會上 公開講中華民國憲法是兩岸的護國神山 這到底有沒有 這個相怨到什麼樣的程度 你現在再來選舉是中華民國憲法在選舉 你現在做中華民國的副總統做四年 也是中華民國憲法被你調的 所以到選舉說中華民國是神話 你就鄙視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是台灣人 但是我們的國庫叫做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我們的國家 台灣是我們的家 我們現在在家站在家 你要去你國家叫做中華民國 你現在說不說不說 你把你現在做我們總統的國家的名字都忘記了 你自己看不起自己 你要怎麼出來參加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總統 每次大選將進行這個廢死的議題 也會被再度拿出來討論 那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紹康 他昨天就針對這個廢死議題 他就說如果要廢死的話你就要立法呀 否則法律規定有死刑的話就要按照法律來執行 不然就是侵蝕法律讓法官跟檢察官為難 所以呢他就批評說民進黨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話 你們就訂個廢除死刑的政策或者是法律好了 他說你們既不敢訂廢死的政策 又不執行法律 這很不應該根本就是藐視法律 我覺得如果說你要廢死你就 立法嘛 那你法律規定有死刑 就按照法律來執行 否則的話你就是侵蝕法律 你就是雙重標準 你一方面法律可以有死刑 法官也判了 那你不執行是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那你叫檢察官也很為難 叫法官也很為難 所以我覺得你真的有本事 你就訂一個廢死的政策 廢死的法律 你又不敢 又怕這個大家不同意 然後你有法律你又不執行 我覺得這很不應該 這是藐視法律 蔑視法律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的 連署書的會選案 屏東地檢署在昨天上午是前往了 屏東縣議長周點論的住處 兼服務處來進行搜索 並且把周點論還有他的女兒 周孟榮給帶回詢問 那檢方在昨天晚上復訓之後呢 認為周點論涉嫌 違反了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的連署行賄案 而這個犯罪嫌疑重大 有積壓的必要 因此訓後呢 向屏東地醫院生押禁見 而法院在今天凌晨 也裁定了周點論積壓禁見 而他的女兒周孟榮 經過復訓之後 則是預支50萬元 交保後傳 郭台銘先前為了參加2024總統大選 展開全國連署 而周點論當時表態支持 還傳出替郭台銘 宴請地方禮賬 不料事後卻傳出地方人士 以每份200元的價格 收購連署書的事件 屏東縣地檢署貨報之後 展開偵辦 在10月26號 查獲了誠信嫌犯等三個人 涉嫌對連署人交付賄賂 將三名嫌犯逮捕 並且聲壓禁見獲准 而溯源偵辦時 又發現潮州政長周品權 也涉入其中 在逮捕周品權之後 在11月19號 向法院聲壓禁見獲准 而屏東地檢署持續追查 結果再查出屏東縣議長周點論 疑似也有涉案 隨即向屏東地院 申請合法搜索票 在昨天拿著搜索票 前往周點論的住處 及辦公室執行搜索 並將周點論等人帶回約談 法院在今天凌晨 裁定周點論 擠壓禁見 女兒50萬元 交保後傳 而面對周點論的風波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今天表示 這是政治收押有雙重目的 趙少康表示 第一郭台銘現在不是候選人 第二就算聯署過程有問題 那麼急著在選前三周壓人 壓議長是很嚴重的事情 議長是地方選出來的 具有名義的基礎 把他收押禁止接見 這很嚴重 周少康認為 檢察官受到政治影響 這是政治收押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 壓制議長在屏東的服選 這很奇怪 星期天晚上還受邀站臺 周待東港有站臺 怎麼禮拜一就收押了 星期天東港橫圈人非常的多 這是壓制周典論在屏東服選 第二更重要的是威脅郭台銘 據說最後能夠借到郭台銘的人 就只有周典論 郭台銘的弟弟郭台強 好像不在國內不敢回來 而現在把周典論給壓起來 是要警告郭台銘 給我小心一點 不要跳出來支持侯康 郭台銘的支持者 經濟欄都會受到影響 監察官一學二鳥 檢察官的動作令人質疑 收押禁見 選舉這麼近 非要在這個時候壓人嗎 不是很奇怪嗎 周典論被壓郭台銘會怎麼樣 還敢出來挺我們嗎 檢察官這個動作真的不簡單 看完了屏東縣議長 接下來我們把焦點轉到 彰化縣議長謝點玲的身上 他在日前呢 拜訪了這個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那在會後呢 受訪時他就透露說 25號的時候他會做正式的表態 果然昨天呢 他就在這個臉書上面 他就公布了自己的想法 他就說面對總統即立委選舉 他是支持憲政體制 修改為內閣制 而且這樣子的話 他認為可以實現 政黨輪替以及政權和平轉移 原本是國民黨籍的謝點玲 為了支持鴻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參選總統 日前決定退出國民黨 而他昨天傍晚就在臉書貼文指出 民主自由是台灣最寶貴的價值 投票結果必須要實現 深化民主鞏固民主 謝點玲表示 台灣已經出現三次的政黨輪替 以及政權和平轉移 這是台灣傲視第三世界的成就 迎接第四次政黨輪替 政權和平轉移 也是他從今年初開始努力不懈的目標 謝點玲說自己支持 把台灣憲政體制修改為議會內閣制 改變總統有權無責的樣貌 落實分權制衡與責任政治 希望他的公開表態 有助於實現政黨輪替 以及政權和平轉移 更呼籲大家 總統票投侯康佩 三黨不過半 讓台灣擺脫藍綠惡鬥漩渦 我 審 May